他俩有时候能连上线 对 他俩连线非常重要 好的 比赛开始了 有一定的功力 阿基姆棚回敲 右脚想拉一个弧线 我又可以 左右脚很均衡 我估计入选国家队也上场了 自信起来 对 所以才有了其他人的空间 高球 黑莱 还是好球 这个他有点含糊了 因为对方放产了 对 所以他射门的时候 他触球之后马上就抬脚 所以最后的线路是高射炮 鲁能就是目前阵型 总体来讲 就是相对 你说他稳也可以 但是你说他僵也可以 所以表现得好 就是稳定 稳中取胜 但是如果说被对手 研究的有点透彻了 就是有点僵化 左脚起球 后点 好球 漂亮 佩莱 这是一次利用边线球 然后王童的个人突破 以点带线 以线带面 然后点对点的这种对接 佩莱终于在门前 体现出他最大的价值用用 对 好球 直接这一球 不是 哇 这个球 在那个点上 好像至少有两名 太达队员 这是自己人 阻挡了佩莱的投球 但这个球可能还是顶的没有太发生力 曹俊敏 45度 找佩莱 佩莱投球 百度大门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李氏组合拳 融合了武当和少林 加点螳螂 2比0 这球应该稳了 曹俊敏都开始亲吻 那个格德斯 是 不容易格德斯进个球 想到罗伯特巴乔那个点上 都一个不现 是 小金子 和 细啊 这球 因为完成射门了 你看来讲 那也就 小心的这两下 还好球 顺着边线 焦棒一样的 一步步往前焦 崔鹏焦给佩莱 佩莱顺给 金睛道 暗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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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